大家早安 欢迎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六点半到七点准时在空中收听我们的股市奇皇后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邀请到我们经济日报八届选股冠军 同时也是目前最年轻选股冠军记录保持人张佳莹分析师来到节目现场 佳莹老师早 德宇早 大家早 昨天的台北股市让大家有一点担心 因为全职股大多是休息的 大盘下跌了179点 收在22879点 成交金额是4808亿元 不过就如同老师讲的一样 全职股把空间拉大之后 资金就外溢到了增小型个股 贵买指数相对强劲 是再创了波段新高 上涨了0.21% 我们可以看到盘面上头相对强势的就是太阳能族群 这个有一个话题就是说 Google他要来台湾设立了100万千瓦的太阳能资产建制案 这个是近年来台湾算是最大的一个单笔投资 那么Google这个台湾的资料中心是他目前在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 那么市场也就在看了 Google这样的一个做法投资太阳能 有没有机会把这个其他的像微软亚马逊也都带动跟进 那么特别像是苹果还有辉达也都要在台湾设立资料中心 甚至像辉达还来买绿电脑 所以正好印证了我们佳颖老师前几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电力概念它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题材而是一个长远的趋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老师也提醒大家 电这个话题虽然很热 但是电怎么样产生会却影响到它现在的一个族群走势 比如现在很夯的就是所谓的干净能源 太阳能族群在昨天哇涨停不断了 但是分盘交易的云爆能源居然又创高了 老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电力族群相关的发展呢 好我们知道说先前我跟德宇聊到干净能源的部分嘛 那我说辉达要来这个台湾采购绿电的部分嘛 那绿电的龙头售电大厂就是刚提到的云爆能源 那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出圈出席的旺季之前会有熔券强制回补的軋空行情 没错 那云爆能源这档股票我们昨天才介绍说它的这个券支比非常的高 那甚至呢是超过了五成之多 就昨天龙圈的这个余额就是有降低的现象 但是减少了大概有699张 所以就是已经开始在回补的意思了 对对对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们之前有说 多元的题材一定要还要有除了绿电以外的题材嘛 没错 所以它搭上了这个熔券强制回补的軋空的这个行情之下 让它的股价就是在今天的盘市是震荡回荡的 但是它的股价却是逆势大盘再创果断新高 所以我认为说这一个地方大家还是值得做留意 因为熔券最后回补日在这个7月18号的部分 好所以后续还是可以持续的追踪哦 当然佳颖老师也提供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也就是呢在现在7月份除全席忘记的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有一些融券强制回补 那么进一步把个股的股价往上推升 大家可以持续的做追踪哦 当然佳颖老师在免费的Lite粉丝团 也会的不定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么再一次提醒所有的好朋友哦 我们在节目当中提供给大家的是一个操作的测试 一个选股的观察方向还有很多重要的产业讯息 那么每一档股票呢其实我们都是提出来做范例哦 并不是要大家去追去买 所以呢如果大家呢有操作上任何的问题 我建议大家可以透过张颖老师免费的Lite粉丝团 跟老师来做进一步的互动 那最近呢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哦 因为进入暑假嘛那很多人都在找打工 老师你以前有打过工吗 有啊但是我打的工是在学校里面做行政的那种影印东西啦 帮忙拿东西跑腿的那一种 好所以其实在学校里面的工作相对单纯啦 可是时薪可能就稍微低一点点了 然后我记得我的第一份打工是在麦当劳 在那个国父纪念馆旁边的那个麦当劳 那我那时候去打工选在那边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多跟外国人对话 好结果呢也的确是有很多练习绘画机会 但是因为英文真的不是很好也闹出了很多笑话 好那人力业者呢现在就公布了一项调查 他说啊打工现在掀起了AI热潮 那么平均呢每四位大学生就有一个人计划在暑假打工 那么AI影像标注语言模型整理 AI工程实习生等等呢都是现在非常夯的打工机会 那么例如像这个AI讲师 老师你猜他时薪多少钱 时薪一千元吗 一千五百块一小时哦一千五百块 那另外呢像iOS工程师啦系统操作维护啦 机电技师啊还有工程师这些AI相关打工呢 一小时呢可以上看到八百块钱哦 所以你看到这个AI的浪潮不止在台北股市很夯 现在打工的机会呢同样冠上了AI时薪也就相当的高哦 那当然我们要继续的呢在台北股市来找寻机会 那么我记得嘉宜老师昨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 整个七月份甚至今年的这个下半年都还是AI族群会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 特别是我们讲过的那个四大方向 主流 对四大主轴 老师要不要再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四大主轴 可以啊包含了COAS 包含了CPU 包含了ODM大厂 跟这个所谓的COAS 散热 散热的部分 对对对对 好 所以呢这个散热啦 COAS啦 CPU ODM 这四大AI的主轴在接下来也是大家可以持续追踪观察的方向 那老师昨天也提到说八月份啊 那个男人又要来啊 披着披着蓝了 他就去又要来了 他又来了 大家又开始在看他到底会去吃什么 不过呢最近挥达的股价 的确呢是创了新高之后一拆时 然后又创高之后呢 最近陷入了整理 不过呢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挥达啦 微软啦 还有苹果 这三家哦 这个市值都超过三兆美元的三巨头 到底谁会成为这个市场的霸主 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企业 那其中挥达跟苹果又是跟台湾关系相当密切的 老师您怎么看挥达带领的AI风潮 还有这个苹果即将带来的一个iPhone16的一个强大的换机潮呢 好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AI先写了巨料资料传输嘛 所以带动刚刚说的四大主流族群ODM CPU散热跟这个所谓的COAS的股票 那紧接着这些股票轮动表现之后啊 大家可以观察到一件事情 就是近期其实挥达股价线路整理 反倒是苹果有一股攻势在起的这个力道 也就是说苹果整理了非常多天之后 出现了一个带量的长红棒 即将要往前高做一个挑战 所以相对而言挥达先前强势上涨的时候 那一波的AI的股票已经大涨之后 现在线路的整理 反倒我可以觉得留意的就是苹概股的部分 而且现在的苹果 它也这个符合我们佳莹老师讲的 它是双题材 除了有这个苹果手机之外 它也切入了这个AI的市场 那么在这边呢 有一些数据提供给所有的这个好朋友来分享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苹果的表现呢 在这几年一直都是不如回答的哦 像如果算到今年呢 以今年来讲的话 苹果在2024年股价的涨幅不到7% 但是回答呢 它就飙升了有144% 但是这几天呢 回答的股价进入整理之后 目前大概是在124 125块附近这样持续的整理 但是苹果的股价就如同佳莹老师讲的 有一股带量窜身的味道 已经来到了216.75美元的 这样的一个这个价位 好那么甚至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苹果跟辉达 抢功市值第一的状况之下呢 他们底下这个小兵啊 其实也都开始一档一档的往上喷发 那么在我们第一段节目结束 进入休息之前 我要请教佳莹老师一个问题 好 辉达是AI的领头羊 那么苹果呢 是iPhone的领头羊 老师会觉得说我们如果真的要投资的话 我们直接来买辉达来买苹果 还是看领头羊做底下的小金鸡 您会怎么样给大家建议呢 我觉得可以看领头羊做小金鸡 因为这些领头羊已经创新高了 是 所以也不建议做嘴甲 好所以呢 看大做小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在现在的台北股市呢 那台北股市AI还有苹果的领头羊又是谁 小金鸡又怎么找呢 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加入佳莹老师免费的Lite粉丝团 那么老师在盘前盘中盘后随时的叮铃分享 还可以跟佳莹老师来做最立即的互动哦 休息一下 那我们待会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请佳莹老师带大家掌握台股获利机会了 继续回到我们股市旗皇后的节目现场 邀请到的是我们最年轻的选股冠军记录保持人 那么我们的张佳莹老师 我记得其实我曾经有一次在办公室看到佳莹老师跟会员在讲话 那那个时候会员看到佳莹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 老师你好年轻哦 可是佳莹老师说不年轻了啦 哎呦我都已经经济日报选股比赛拿了八届冠军了 好所以呢佳莹老师的这个选股功力啊 还有这个掌握财富的能力真的是有目共睹 我们继续来跟佳莹老师挖宝 我记得佳莹老师呢在广播节目当中 我们开播一直到现在 他带大家掌握了AI族群有四大方向 包括了最近好红好热的COWAS啊 CPO啦 那当然两双熊一直在比价哦 ODM的我们的鸿海跟广达 其实都来到了这个股价相对的波段新高 当然也别忘记咯 散热的部分啊 This is the future啊 现在呢也是群雄并起 好老师也提到了 接下来呢在七八月份 也就是9月iPhone16新机出炉之前 其实平概股大家也都可以来留意 那请教佳莹老师 AI您帮我们订出了四大主轴 那苹果也会有这样子一个分门别类的观察方向吗 有的 像是平概股的部分 我挑出了四大主要 要直接跟大家分享 包含了半导体 光学 PA功率放大剂跟PCB的组取 我认为都是观察的指标 对因为很多朋友在选平概股的时候啊 大家一想到平概股就想到说 红海啦 苹果的代工组装 但是红海已经不只是苹果代工组装 老师说呢要多题材 所以苹果除了代工之外 红海除了是苹果的代工之外 他现在也是AI了 那另外呢我们想到说大力光 大力光镜头啊 好这个待会我们来请教老师 但是我想先问老师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消息 他报道说苹果为了要I16 开始在拉货 他这个I16要充几支 充一亿支 好那他当中要用这个晶片 要用谁的晶片呢 要用台积电的A18晶片 好所以呢老师 台积电是不是也可以算得上是 苹果供应链的一员呢 绝对是 绝对是 甚至是超级是 超级是 而且他也是Future 也是 啊什么意思老师 因为他其实苹果的手机是导入AI功能嘛 对 那台积电其实也是帮辉达做那个 哦晶片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相关既搭上AI又有苹果的概念 那之前我跟德宇聊到说 其实今年的iPhone16的Pro系列 高级的机种会搭载A18Pro的晶片 对 那他这个晶片搭载上去之后啊 那也受惠先进制程的晶圆代工要调涨嘛 嗯 所以之前汇丰也将目标价的调升是 1370嘛 哦 调高台积电的那个 目标价 目标价 1370 对 那现在其实苹果 他如果全面采用A18的处理器 嗯 那这样是不是变成是 台积电既可以 搭上这一波AI的浪潮 那苹果的太幻基潮 像德语说的一样 可能就一亿只 没错 那个商机真的是非常的强 那以现在台积电的股价来说 其实还有四成的空间 还有四成的空间 那我就想到说 如果台积电的股价 还有四成的空间 那大盘的空间 哇 三四成也跑不掉 因为你想想看哦 台积电涨一块钱 以现在的权重来讲的话 大盘大概就要涨八点哦 所以呢 你现在看到这个台股 虽然快要两万三千点 但是真的还不算高 因为光是台积电上涨的空间 还有很大哦 所以呢 大家不要自己杀自己哦 你现在看到的高 也许不是高 重点是 有赚到才真正的是实在啦 那么2330台积电呢 现在可以算是 平概股当中的 number one 因为iPhone 16手机 要用它的这个 A18晶片 加快它的一个这个速度 跟功耗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买苹果手机的时候啊 有朋友教我一个测试的方法 什么测试 他说你不要 我忘了 他说你不要输入一个什么密码 然后他会告诉你 你用的那个晶片是 那个三星的 还是苹果的 他说如果你的手机 是用三星的话 那那个手机就比它会热 对对对 散热不好 对 但是如果用台积电的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对 所以你看这个晶片 真的是差很多啊 好 原来台积电也是 平盖骨的一员 那刚刚呢 我们也讲到了这个镜头厂的部分啊 那么3008的大力光 他老板林恩平很有趣 我记得他 他讲说 他说AI这个市场 我们是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 但是有人问啊 他说 那iPhone 16 如果现在有个大换机槽的话 你大力光不会受贿吗 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大力光绝对会受贿的啊 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去年的这个 iPhone 15的Pro系列 只有Pro Max是采用 潜望式的这个光学长焦镜头嘛 那其实去年有说 就只有三倍变焦 但今年要变成五倍 所以相关而言 他的这个技术 跟他用的这个零件 都会提升 那当然 大力光就会间接的 做一个受贿的动作 那其实Pro Max系列 可以升级主镜头 那Pro系列 也要改成光学变焦哦 甚至在这个地方 可以变成是 这个1800万的画素 提升至4800万的画素 那非常的大 非常高哦 对 那对于想拍照的人来说 就是会非常的 整个就是大力多 所以我们知道说 大力光呢 它一直在主攻的 其实就是一个高阶镜头 所以呢 我们的老实数 林恩平先生 您真的谦虚了 其实AI浪潮您也搭上了 整个的台北股市 几乎都是AI的供应链 那大家讲到大力光呢 难免就会想到 它的这个 亦敌亦友啊 郁金光 是不是也同样有机会来受贿呢 郁金光 更有潜力 更有潜力 因为跟德宇说一下 就是说 郁金光其实是台湾第二大手机镜头大厂 第二大 对 那它本来也是有在做手机镜头的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苹果今年的订单就有说 郁金光要分到20%到25%的订单 等于是它本来就有做的手机镜头 就是基本盘 基本盘之外又有额外盘加入 那不就是更发 对 没错 好 所以你看 其实大力光跟郁金光 他们都已经透露玄机了 大力光说呢 我7月的拉货动能会比6月好 那高峰落在哪里 9月10月11月 也就是越来越好 那郁金光也说呢 我的新机种进入拉货期 第三季是营运的高峰 第四季有希望比去年同期还要好 那么有潜潜有cocoincome 那么这个股价后续发展要怎么观察呢 好我们继续跟着佳莹老师一起来追踪了 那么另外讲到苹果手机 我就想到有三只啊 嗯 躺了很久 真的上次还聊 躺了很久 对躺了很久 但最近 哎 涨停了 创高了 就是我们的PA三雄 我们的稳貌全新 红杰科 老师你怎么看这三档股票 最近是不是有一点要这个浴火重生了 我觉得有机会 因为其实苹果知道Wi-Fi 7 这个东西导入了之后 会加快手机的速度 对 那所以说苹果已经传出要导入Wi-Fi 7 的部分 那PA的用量就会拉出非常大的用量 也就是说Wi-Fi 6 大约就使用三到四克的PA功率放大器 那到Wi-Fi 7 就要需要八到十克 成长就是50%到100% 很可观 那当然这个PA三雄 就会间接的说收贵 那3105的稳貌 是深化甲晶元代工的龙头 那今年预期在这个Wi-Fi 6E 跟Wi-Fi 7需求大幅度的提升之下 其实法人在这个地方 已经默默的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上调它的目标要叫到200块钱 诶 上调目标要叫到200块哦 对 那它现在的股价其实在170块左右 等于还有大概2,30块左右的空间 对对对 那其实它在这个地方会上调 也是因为我刚刚说的 就是Wi-Fi 7将采用更多的 这个PA功率放大器的部分 对 那它的这个股价可以从低股 反弹 那宏杰克的部分呢 今年也是在第二季受惠手机需求的 回温之下 营运直去的呈现一个正成长 再来就是245的全新了 全新是深化甲的累积厅厂 为全球前三大制造商之一 那它其实Q1的这个营收年增率 就有翻倍成长 甚至Q1的EPS成长有1633% 所以它就是因为机器够低 像德里说要趴了太久了啦 所以有题材机器又够低 这个资金当然会点火 好所以这个是在瓶盖骨的部分 那么老师刚刚讲了包括了半导体 包括了镜头 甚至是PA 这个生化加功率放大器的部分 那么一支手机的组成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是不是还有更多的题材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呢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要先在这边请大家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接下来台股获利的契机 当然就是邀请您加入我们佳颖老师免费的Lite粉丝团 老师在当中会有更多的介绍 也可以跟我们最年轻的选股冠军记录 保持人经济日报八届选股冠军 我们的张佳颖老师来做互动 利用选股的眼光 那么掌握台北股市的大商机咯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